说到金融市 你会想到漂亮海边 或者是庙口夜市排队美食 但你知道吗 金融市被列为是全台湾购物天堂 仅存的三县市其中之一 很可能要面临被踢出名单了 最近591新建案统计了近两年 全台各县市预售房价 发现金融市预售屋涨幅 竟然以16.6%居全台之冠 第二名是台北市 第三名则是宜蘭县 数据预出真是金呆基隆人 这个整个基期来说 基隆一个市场 在早期的推案量是蛮低的 说了新建案来讲 在基隆区的话 因为可能是基隆在地建设上在推案 大建设上它没有进来 那大概在104年105年左右 新复发建设还一些大的建设 像比如说润胎 他们进来基隆开始作为新的推案的时候 发现说基隆的这个市场 也算是不错 而且买方人接受度的量体也蛮高的 那在接下来就是说 双北这边所有的房价上来之后 蛮多的北市族群上班的人 他们退的就是要来选择基隆 因为双北价钱太高 身为基隆人的房仲电经理张全伦 从民国94年就生根在地 与房子打交道至今快20年 对于基隆房市现况 可说是了若执掌 我记得那时候基隆还在二字头 一字头尾二字头出 那现在基隆普遍的 他的新建议都是三字头 那如果说在市中心的话 我希望最近有个蛮有名的推案 总共七十几户 均价大概在五十 可灵也是卖完 每次选举就常常听到 基隆要盖轻轨的议题 但选举完就如同泡泡般消失 而号称前瞻计划第一泡的轻轨 现在改称为基隆捷运 未来房价会不会因此又被拉抬一波 那其实比较客观来讲的话 细止线捷运没有通 基隆捷运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 因为捷运一定是延伸线 对那轻轨的意义当时在谈的时候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把火车 铁路局的火车轨道 改成一个轻轨的一个 车厢这样子而已 因为基隆的腹地基本上还怎么化 路面不够宽 所以他捷运也没办法地下化 高架也没办法 因为路也不够宽 反而在基隆山坡地区多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听到最正确的一个讯息 是汐止线已经发爆了 那有延伸到北无赌 对有北无赌这边 无赌这个区块 不含有赌南站跟无赌站这样 对这是比较确定的 可是相对的也是要汐止这边先通车 对于未来基隆捷运会不会影响房价 先划上个问号 现在基隆预售物涨幅这么高 一定有人想问基隆热销新建案都在哪一区 新的建案来讲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像中山区的这个新衡兵嘛 孟岳城 那再来安乐区的话 最近推一个美丽上城 也就基隆在长庚上去 很有名的叫城上城 它是城上城二 美丽上城 地理位置在于八屯 总共四栋八百八十户 那反应也蛮热烈的 听说均价会落在在四十二左右 对那也是小坪数啦 处在高房价时代 建商因应民众需求 为了降低房子总价 而将新建案设计成 小坪数的房型做贩售 但其实在以前 早有这样的供需模式 民国八十几年 基隆盖的房子也是一样 一个千户社区里面 大坪数设计的不会很多 可是那时候 那时候的房价大概一坪在13万 到15万余收入 可是为什么建商是这样盖 因为大坪数总价拉高了 他会担心说 我这个建案卖得不好 大坪设计太多 所以说当房价高的时候 建商会主推敲坪数 对那也要让大家 就是说首扣数据的 入门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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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基隆现在新建 两方加车位左右的产品 预售大概900到1000 摊开数据来看 其实可以发现 基隆市城屋在2023年 交易件数最多的第一名是 安乐区有748件 其次就是中正区的552件 以及信义区的530件 维基隆市前三多 但放大来看近几年的交易量呢 因为像安乐区 应该是说这三年来 其实整个交易量 整体的交易量是慢慢下滑的 就是小福衰退的一个情况 那只是说这三个区域 安乐区中正区跟信义区 它还是一个维持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占比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它的 就是价格的变化的话 其实我们发现它的预售物 就是这三年大概平均来讲 大概都有涨了两成以上 那其中就是在 比如说七堵这个地方 它的涨幅比较明显 它大概有涨了大概三成多 那我想应该就是因为 就基隆捷运的一个带动的效应之下 让它这两年的一个 不管是交易量或者是价格的部分 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攀升 如果以近三年来看 我们看到2021年的时候 大概整个基隆市 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区域 大概看起来都是二字头 主要是二字头 那我们看到去年来看的话 其实普遍都已经 上涨到三字头以上 那所以整个的一个涨幅 是相对是比较明显的 那城屋的部分 其实它就没有像 预售物的涨幅这么大 它大概三年中间 大概就是上涨了大概一成左右 13 14%左右 那其中我们也是看到七堵的部分 在就是去年跟前年 就一年的年涨幅 有到达快要接近一成 就算是七个区域里面 它的涨幅是最为明显的 那主要就是它 市政府它的规划就是七堵 它未来可能会成为一个 经济的复读性 让这个地方它的涨幅 就相对比较明显 基隆这三大区到底有什么魅力 吸引民众在此购屋 还成为基隆前三大的交易热区 我们这个安乐区来讲的话 它的大宗交通运输工具非常的多 各线的客运它都有 对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 台北上门徒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多的 因为基隆没有多根 所以基隆四中心 现在房子来就是很老旧 所以说能盖的 新建案的地也不多 所以等于到市区有新推案 基本上都会很快 就是都是都会买掉 对 都会玩笑 就是像信仪区 好像我们的爱买商圈那边 对 或者是新工商圈 那边的预售建案 来想象大概五年内的建案 在中国市场来讲的话 都蛮抢手的 对 也是缺量的 像安乐的部分 它就是城污的部分比较多 那因为安乐区它可能就是比较 算是一个比较自主型的一个商圈的形态 所以它吸引人就会比较是在地客居多 那可能就会寻找适合它的一个物件 去做购物的一个动作 那中正跟信仪的部分的话 像中正区它有一些比较 预售案的一个推案 像在新峰街的商圈那一块 其实最近有一些预售案 那成交的状况好像也还不错 就是整个一个商圈的行数跟 它有一些学区等等的一些优势 那也让这个地方就是 交一量是比较好的 说到基隆素有雨都之称 给人的印象是爱下雨又潮湿 记者实地采访的这天 天空也下起雨 这感觉特别基隆 言归正传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 能够吸引民众前往爱下雨的基隆狗呢 我们看到从去年就是 Tea Pass上路之后 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通勤的 一个需求都是存在的 尤其是不管是在台北市 或者是说在南港系纸 这一带工作的人 其实他可能就会考虑 往基隆这个方向去购物 因为它的价格 就跟大台北地区其他区域来比的话 它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那整个的通勤的时间 可能也可以落在 就是一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 所以就吸引了不少 在大台北地区上班的 一些通勤族群 那不管是首购或换屋其实都有 比较明显的成长 台北上班工作的占最多 对 因为它基本上就从我讲的 我现在细子南港内湖 我也来不下去了 对 所以说相对的 可能像细子一品中 独物要六十几万 我来基隆看新房子 三十三十二万 三十万 他会选择基隆 再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发现说 很多的外来客来基隆资产 因为它没有六都的限制 他第二间房子贷款升第三间 贷款只要他同款能力购 贷款程序是不影响的 而在六都当中 你有持有第二间房子 有贷款程序就会受到影响 第三间会更低 对 所以说会有一部分的人 他也是做长期投资来基隆资产 对 因为我的资金可能只要拿两成 我替这季有买个鱼售物一品三十万 四年后盖好之后先住人家 对 也会有这种考量的 近几年政府为了降低通勤族 在交通往来上的负担 推出了所谓的T-PAS 行政院通勤月票 北北淘基通勤月票 一个月只要一千两百元 各种大众运输都可使用 因此也吸引一些双北客群 专往房价相对便宜的基隆买房居住 也令人好奇 显得基隆最受欢迎的房型是哪种 其实就目前的市况来讲的话 都是二到三房 这样的一个区间是比较 被大众所接受的 因为目前就是小家型的形态 其实也比较明显嘛 那所以他们对于两房到三房 这个区间的一个房型 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那当然在就是他的预算上 总价的一个预算上 其实也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 听到这里 或许你也开始考虑想搬到基隆住 那现在买基隆房子会不会太晚 我们从这几年的一个交易的试况 跟房价来看的话 其实最近我们看到就是 整个在去年就是 政府推动了那个 行情案的一个优惠贷款的一个触动之下 其实很多买方就是趁这个时候 会去做进场的一个动作 因为其实通膨的状况 其实还是蛮严重的嘛 没有下滑的一个迹象 所以房价要涨 应该就是说它要跌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小涨的一个格局 那所以大家很会觉得说 那不如趁现在这个时机 就房价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进场 双北房价越来越高 许多民众转往邻近县市 玄秘购物物件 基隆也曾有代销业者打出15分钟 到南港的宣传广告吸引买气 不管如何 想选择合适的居住环境 永远离不开挑选地段 基隆或许也是一个双北通行族 可以考量的选择之一